今天接了个召开老小孩的订单 这客户本来今天要陪他爸爸 结果公司临时有事 想着找个跑腿的陪他爹姐妹 结果大爷一个就是想赶我走 说是不想花女儿辛苦挣的钱 然后客户把我拉到一边 说自己母亲刚走 老爷子最近有点不开心 怕他想不开 所以让我一直陪着他爸 他走到哪我就得跟到哪 这大爷一看就是性情中人 非让我陪他喝两杯 为情所困的女生见多了 这大爷还真是不多见 这喝完了 带我来他经常指点江山的旗摊 看了半天也没见他坐下 我想着陪他玩两句 谁知道这老头又要赶我走 这我也不敢走啊 万一他想不开咋办呢 大爷一路上跟我说了很多 其实他知道女儿很忙 自己平常生活也有得玩 压根没必要专门找个人陪他 公园里的人是越来越多 大爷突然停下来 看着一对恩爱的老夫妻 看他的表情啊 估计是想起自己的老伴了 哎 看着他孤独的背影 我心里也是很难受啊 我赶紧跟大爷说 你想开点人都有走的那一天 你也不用太难过 谁知道大爷更生气了 非要赶我走 我学在这赶紧给客户打电话吧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刚才那老头挖墙脚 把大爷的舞伴抢走了 赶我走啊 是怕我耽误他跟别的阿姨联络感情 老门儿啊 别的阿姨联络感情 别的阿姨联络感情